事情有点复杂 我就长话短说了 今早我到处是武器 结果不小心把表妹的农场给炸了 那些没关系 我早就把我家改造成了超级无敌 躲避追捕房 表妹来也抓不到我 表妹看这只是一个天花板 实际上安藏阁楼 而且我还在阁楼这里装了单向玻璃 嘿嘿 我就在这里静静的观察表妹能不能找到我 表姐出来 奇怪 明明看到她跑进来了 怎么一瞬眼就看不见人 肯定藏起来啊 就你这个暗道还想难倒我 被我发现了吧 束手就行吧 表妹确实发现了暗道 可惜这是我专门做出了欺骗表妹的 里边全都是地赤 进去就得凉凉 表妹应该很快就能够找到这里了 没关系 我还有第二个地方躲 又是一个单面镜房间 这天花板怎么怪怪的 哼 找到了 表姐别躲了 我知道你在这 怎么又跑了 表姐她不是属狗的 跑得比狗还快 但是你的过山车轨道我也能用 等着她来抓你了 傻表妹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谁能够想到真正的道路隐藏在这堵墙的后面呢 表妹那段轨道是我给她的小惊喜 那段路的终点其实是个大岩僵石 表妹一时半活找不到这里来 而我啊 早就在这里布置了一个完美的小空间 你看 有电脑 有桌椅 我能够在这里待一整天 舒舒服服的等待表妹找上门 哎哟 忘了张的WiFi 只能够盯着电脑玩扫雷 我辛辛苦苦找你半天 被银浆泡被地磁炸 你倒好 还在这玩电脑 看我不好想揍你一顿 嗯 你以为我敢躲在这里就没有留后手吗 动动机关你就凉 喜欢这个惊喜吗 你啊 就在坑里待着吧 好我 你看这样 不过你弄了个汤包把我困在这儿 你也出不去 谁说我出不去了 我这还留了后手呢 箱子里全都是可以搭桥铺路的方款 你在坑里两块两块 我先撤 造他就完了 咦 好了 门口留了两辆车 但是我会那么好心 给表妹留一辆吗 那当然是 会啦 不过是留下被我动过手脚的一辆 表妹一上车就能够出问题 没想到吧 我那么快就从空里出来了 我去 开车逃跑 真用力的 嘿嘿 不过这里还有一辆 可怜的表妹 她不知道那辆车一上车就得爆炸 我啊 就躲在这个牧场里 我早就在这里准备了一张羊皮 披上伪装成小羊的模样 表妹来了也认不出我 表姐跑哪儿去了 车就停在这儿 人肯定也没跑远 说不定就躲在这牧场里 这里这么大一个坑 该不会藏在里面了吧 很有可能 可是坑臭喉喉的 我要不要先去找呢 下去吧你啊 还搁着油油油郁郁的 嘿嘿 表妹掉进坑之后 我就能够开启下一步的计划了 找到被我藏起来的机关按钮 整个牧场就变成了带电大监狱 这些围栏全部都通了电网 表妹出不来咯 表姐你好狠的心 你等着 我要是出来了 你就完蛋了 那就等你出来了再说吧